热蜡除毛 为什么蜡脱毛数能降低毛发85%的生长几率呢? 即使是0.1公分这么短的毛发 也能拔除 让你有更长久及持久性的效果 很多人都感兴趣的是 为什么蜡脱毛之后 毛发就会停止生长了 其实每当你将一根毛发连根拔起的时候 毛囊也跟着受损一次 当毛发脱离毛囊根部的时候 就会对毛囊根部的地方造成一些损伤 毛囊夹驶受到损害 人体的免疫系统便会自行修补 因为拔除的过程相当于对皮肤 做了一个小小的撕裂动作 皮肤围血管会重建一次 就会减少它原本所能提供的营养 每当我们做一次蜡脱毛 事实上也正在延迟毛发的生长 所以为了确定蜡脱毛数 确实能减少毛发生长 能够在每次除毛的过程中 拔除非常短的毛发是很重要的 总而言之 接受越多次正确的蜡脱毛疗程 延缓毛发生长的效果也会越好 不仅毛发越来越少 即使是后来长出来的毛发 也都变得比较细 质感柔软 颜色甚至比较浅 快来体验吧 让这个夏天不再毛手毛脚 想要了解更多的 我们卡曼有提供免费咨询实话服务 欢迎多加利用 赶快来跟我们做预约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